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我DIY電腦工作室的過程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一些櫃體的板材先翻在這裡準備做組裝 那這些是書櫃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組裝書櫃 再來擺看看空間要怎麼配置 那我們開始來組裝啦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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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四個書櫃組裝完成 有一些有兩個地方要修正跟切除 書櫃基本上就是放在這樣的一個位置 然後書桌這個書桌就不使用了 那我一樣就是做一整排的一個長的一個書桌 上面之前有做一個吊櫃不做了 就把它空起來 這裡做一整排的一排櫃跟收納櫃 那我們現在組裝這個桌面的一個支撐的櫃體 如果你也喜歡DIY的話 我會建議你至少買一支像這種電動起子 無線的裝鋰電池的 那什麼牌子我覺得都可以啦 因為我預算有限所以我買的這個不是 這個是對岸的牌子 不管是牌子好壞我覺得至少都要有一支 用這個的話會讓你輕鬆很多 就這樣開始進行 我會忘記了 又要用這個搭配 我會忘記了 很難易吧 這可以做到 動手 然後就這樣做 最有一個 推幟的 É 我觉得 我會忘記了 我會忘記了 有機會 不 對岸 好,那我們現在一梳桌櫃體已經改好尺寸,那就是四個位置 那在固定之前我會先,牆壁會先油漆 我們現在要來先油漆,那因為我的櫃子全部都沒有做背板,沒有做美背 所以是直接可以看到牆壁的顏色,櫃體鎖好之後不好上漆 而且有一些被櫃子遮起來的地方會上不到漆 那我們就先來處理牆壁 好,じゃあ換牆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是已經上了兩道的土焦漆 全部的櫃底都做好了之後 最後再上最後一道的面漆 現在就是先來組裝櫃鐵 我是直接用這種一般的白鐵螺絲 最好是用藍波釘 但是因為我就想說現有有什麼就用什麼 那我直接就是買這個八分之一吋的磚尾 水泥磚尾 這個好像叫一分吧 直接磚牆然後直接用這個鎖 那我們現在來鎖啦 鎖定就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旁邊的話一樣是用一樣的方式把它鎖定 好那我們現在桌面下的櫃底已經做好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處理邊邊這個櫃子 要來製作這個櫃子 那我們選了這幾塊板子 拆成我們要的尺寸 我平均不滿的 像少量的尺寸 我都不滿意的 我安心的快樂 你自己可以搶走 我可以搶走 我們來飯店 我們可以搶走 我可以搶走 我可以搶走 再會搶趕走 我可以搶走 你把菜汁 我可以搶走 要在這裡 我可以搶走 用來撕膠袋 現在還沒有乾比較好濕喔 切開 好 巨大酱 稍微熟了 放入鞋子 1.5公升 2.3公升 3.3公升 4.5公升 8公升 4公升 5公升 非常弱 均勻 均勻 收集成功 鞋子 但是到了 直到 在上 硬梨 先切把 硬梨 切ー 切альная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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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 中間的食材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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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盐 冲1,5分钟 10,5分钟 8,7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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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白 放入冰箱 我們終於把書房完成囉 當初的目標就是希望不要再有多餘的花費 然後把這個工作室完成 就是把原本舊房子做的書房的一些板材 一些書櫃呢 整個把它移植過來 然後再做一些修改 一些壞掉的家具 拆下來的一些還可以使用的板材 再加以利用 整個完成的話 沒有太多的額外花費 大概就是說 灰色的乳膠漆 油漆工具 Silicon 然後遮眼膠帶 還有買了一罐噴漆 灰色的噴漆 大概是這幾個費用 然後我買不到原本的把手 去原本那家已經找不到原本一模一樣的把手 所以我就後來添加的一些櫃題的門片 我就沒有加把手 所以總費用的話 我大概預算一下是大概在一千塊上下就搞定了 那剩下的東西就是原本有的 原本有的像一些螺絲啊 可能我之前就買那有些剩 那有的是原本板材拆下來的螺絲 再利用這樣子 那整個工作室的一個櫃題的配置 基本上跟之前呢就防止有點類似 因為我不想再花太多時間再重新設計 因為你重新設計的話板材可能會不夠 或者是整個板材要再重新購買 所以我就盡量就是不要差太多 那再做一個修改就好 這樣的話就不會有太多額外的費用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 我喜歡我的影片 我請看我的影片 先等一下